还有这个菜花也坏掉了 上次领的菜花放在冰箱里放了几天 然后打开之后呢 里面都有点坏了啊 这个菜花 这个它写的是broccoli菜花 Florette Florette我查了一下字典 是小花的意思 菜花小花啊 就这种西兰花 它这个 它这个写个Nungimo 就是非转基因 意思是非转基因 这个蘸的什么呀 蘸的好像是酱油 Ready in 7 to 9 minutes 准备好的 在7到9分钟就能准备好 Excellent source of vitamin C 很好的来源属于微生素C Quick frozen for great flavor 快速冷冻 为了好的口味 啊我知道了 它是冷冻的吗 我是放在这个保鲜室了 放在这个冰箱冷藏箱里了 这个是不是需要冷冻啊 这个还不太知道 它的镜中是一磅啊 然后它在这个写 whole foods market 是全食品超市 是不是美国这边的一个有机食品超市啊 这个坏掉了 有点可惜啊 可能是我储存的不对吧 这种菜花可能需要冻啊 就是需要冻起来 best buy啊 截止到2022年的12月10号 这个日期也是好的 product of Guatemala 威迪玛拉的产品 威迪玛拉生产的啊 然后我吃那个燕麦 全在这里 领的燕麦是那个墨西哥的产品啊 然后它这个 微波炉 microvale 微波炉hold bag 整袋 place frozen broccoli in a microwave safe 把整袋的这个冻的这个菜花 放在一个微波炉安全的什么什么牌里 就是说可以放在微波炉的牌 不能是金属牌啊 金属牌不能放在微波炉里 那么两块托那么大的牌 增加add three tablespoons of water cover and cook on high for seven to nine minutes stirring twice during cooking dream season to taste and serve 增加三汤匙的 增加三勺的水 盖上盖并且烹饪 高火七到九分钟 搅拌两次在吞人期间 然后拎干水啊 调味料加上之后呢 就可以品尝并且吃了享受了 half of bag 半袋怎么去处理呢 place frozen broccoli in a microwave safe one quad dish add two stables spoons of water cover and cook high for five to seven minutes stirring once during cooking dream season to taste and serve 半袋呢就放 如果是剩半袋的话 吃半袋呢那就 放半袋的冻着的这个菜花 在一个 使用于微波炉的这个一个 扒里 一夸托容量的扒里 增加两勺的水 盖上盖并且烹饪 用高火五到七分钟 搅拌一次 在烹饪期间 拎干水 调味料加好 就可以品尝并且吃了 note for food safety and best product quality cooked to an internal temperature of 165 Fahrenheit microwave cooking times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brand of appliance used please consult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avoid overcooking keep frozen until ready to use 我知道了 这个菜花是需要冷冻的 这个是 这个怪我啊 没有言计明白 注意 为了食品的安全起见 并且为了最好的产品质量的考虑呢 烹饪呢 要到达一个内部的温度 165华氏度 微波炉的烹饪时间呢 可能会有所不同 取决于 你所用的品牌属于家用电器 就根据功率大小呗 请查询生产 厂家的说明书 避免超时烹饪 保持冷冻 直到开始用的时候 一直冷冻啊 这个要冷冻 do not thaw and refreeze 不要化冻和再次冷冻 这个其实我在领食品的时候呢 它已经化冻了 然后呢 它就是说 已化冻了之后 再弄就坏了 明白了 它要保持一直冷冻 这个怪不得呢 怪不得呢 我还冷藏了 一旦笨了啊 然后这是营养表啊 就是 胆固醇没有 钠是1% 然后呢 膳食纤维11% 然后呢 总的碳水化物是1% 然后它这个是 德萨斯生产的 成分 ingredients broncoli 菜花啊 全食品市场 嗯 那就是说 它是一个有机食品 那可惜了 这个就没办法了 就只能 把它扔掉了 这就属于不太会保存 这个写的是什么 你已经知道了多么的好 这个蔬菜 在我们的产品部门销售的是多么的好 Now imagine Veggie is selected to our same high standard 现在就想象一下 这个Veggie是不是素食主义者啊 他们选择到我们 或者蔬菜吗 到我们的同样高的品质标准的这个蔬菜吧 Quick frozen within hours of peak harvest 迅速的冷冻 在数小时之内啊 就是高峰收获啊 就是在它大量的出产这个蔬菜的这个季节呢 我们深冷速冻啊 就这意思 Those ripe vital nutrients locked in 这样的一动呢 就把那些熟了的那些很重要的营养的这些东西就锁到这里边了 一动 把这营养锁到里边了 就这意思 Hands down the best term in the world of veggie Prep tender crunch 准备好了 很嫩的啊 嘎嘎脆的 就这意思吧 呃 就是说 意思说好呗 意思说这个这个好呗 就是说 总之就是好啊 这个就是这样 然后他这个说的是微波炉 烹饪是这么做 然后这个说的是 如果在灶台上做呢 那么sauce pan指的是这种长饼锅啊 Place frozen broccoli in one fast to one 嗯 这个怎么读 one fast one second 不是 二分之一怎么读了 三分之一是one third 二分之一是one half 对吧 one fast to one half cup of boiling water 放这个冻的菜花 在四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杯的开水里面 return to a boil 再拿回到这个 再让它煮开 stirring gently 轻轻地去搅拌 cover reduce heat and steamer for five to seven minutes or until tender 盖上盖 降低热量并且炖 五到七分钟 或者直到它炖的比较软了 dream season to taste and serve 然后沥水 加调味料就可以吃了 steamer cover bottom of steamer with water bring to boil to place frozen broccoli in top of steamer cover and steam for six to eight minutes or until tender season to taste and serve 如果用它蒸锅蒸呢 那么就盖上底儿 蒸锅用水 就是说在这个蒸锅的底儿呢 放上水 把这个水烧开 之后呢 把这个冻的菜花 放在这个蒸锅的梯上 放在上面蒸 盖上盖并且蒸六到八分钟 或者直到把它蒸软 然后加调味料就可以享用了 就是意思 好吧 这个有点可惜啊 没办法 没办法啊 这个就只能给它扔掉了 这个就属于 对这个不太懂啊 这个是属于 需要冷冻的这个食物啊 但是呢 你看 它这个没办法 它这个颜色 都已经变了 都不是那种绿色了 就变成那种 这叫什么颜色 黄绿色啊 一会儿把这个袋 给它单放着啊 好吧 这顺便呢 学了一些英语啊 没有查 没有查 现在时间特别紧 就是 这个字典呢 也没查啊 就是哪天学好好查 嗯 好了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再见